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巴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今天瓦格纳国务兵的领导人普利格金向媒体证实 他已经获得了情报 乌军已经将首批获得的豹尔坦克,也就是豹尔A4坦克 部署在了巴亨特方向 最新的情报显示,乌军的豹尔坦克已经抵达了恰索夫亚尔 普利格金今天向媒体证实 瓦格纳国务兵并没有摧毁豹尔坦克 也就是说双方目前还没有交战 他说我们没有摧毁豹尔坦克 与豹尔坦克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我们有消息证实豹尔坦克已经抵达了恰索夫亚尔 但到目前为止,豹尔坦克并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我们还没有遇到他 一旦我们遇到了低量豹尔坦克 我们会通知你并将其摧毁 那是普利格金,瓦格纳官兵集团的领导人 也首次证实豹尔坦克已经抵达了巴亨特战场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巴亨特的情况 接着莫斯科时间2023年的2月26日 当地时间下午的15点 巴亨特方向最新的战斗 在巴亨特的比尔霍夫卡和亚德涅方向 瓦格纳官兵已经取得了突破 而且已经控制了亚德涅 另外在亚德涅的杜伯沃方向 杜伯沃方向 瓦格纳官兵也取得了突破 这个杜伯沃也被瓦格纳官兵占领 大家可以看 这个杜伯沃现在也被瓦格纳官兵占领 雅各涅也被控制 那么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水坝 这个地方水坝已经被乌军摧毁 那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 那俄军呢 现在继续向比尔霍夫卡南部地区进攻 那在比尔霍夫斯基水库以南 乌军建立了防线 目前呢 乌军沿杜伯沃向西继续推进 很有可能会进攻奥利霍沃 另外呢 向南会攻击 加里诺夫卡 加里诺夫卡 还有攻击霍罗莫沃这个方向 那么霍罗莫沃实际上需要 一到两天时间 等这个洪水退却 因为现在呢 虽然乌军切断了这个 到霍列莫沃的这个 陆地通道 因为它已经把这个水坝 水坝已经炸断 但实际上这个洪水呢 并不能阻止俄军的进攻 因为这个洪水呢 它会沿 巴赫木特河 继续南下 所以需要 一到两天的时间 这个洪水呢 就会退去 那么到时候 俄军就可以南下 进攻这个霍罗莫沃 巴赫木特北部呢 现在呢 整个地区啊 乌军已经大规模的撤退 利用这个水坝 被炸毁的两天的时间 乌军开始从巴赫木特北部地区 大规模的向南后撤 那实际上呢 这个水坝啊 一到两天时间给乌军后撤 提供了这个时间 所以现在呢 乌军已经放弃了巴赫木特北部的阵地 巴赫木特市内的情况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巴赫木特市内呢 现在在巴赫木特河 大家看啊 这蓝色的巴赫木特河 那乌军沿巴赫木特河 进行了防御 俄军呢 距离这个巴赫木特河 已经 最近距离不到300米 主要呢 是从这个 T05-04公路 向西推进 实际上这个主接已经被控制了 那么距离巴赫木特不到300米 很快就会进攻 巴赫木特的市中心 那在巴赫木特的西南 在伊万诺布斯克这个方向 俄乌双方呢 继续围绕着这个T0504公路 进行争夺 那俄突击分队呢 夺回了巴赫木特康斯坦尼诺布卡公路的一侧阵地 乌克兰武装部队呢 空降部队第46旅 一个营 因为伤亡惨重 被撤回 以恢复战斗能力 这是今天的南部地区最新的消息 另外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其他部门正在准备新的防线 第24旅28旅的工程部队正在 恰索夫亚尔 别拉亚格拉 杰列夫卡 这几处建立这个防线 恰索夫亚尔防线 主要是沿恰索夫亚尔 那么现在工程车辆每天都会穿梭于这几地 特别是第24旅28旅的工程部队 大量的人员正在城市内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也就是说 恰索夫亚尔将是乌军最后从巴宫特撤离的新的防线 那这也是今天巴宫特方向最新的消息 今天呢 俄罗斯方面也发现 乌军呢 接受西方新的补给 新的武器 有一个新的情况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从波兰 从这个西方运抵乌克兰的军车 那么军车外部呢 出现了红色标志 红色标志 大家看啊 这个红色标志 就是向四个方向出现的四个箭头 那么也就是说呢 带有这个红色标志的 在公路上行驶的卡车 西方的啊 特别是波兰的这个卡车 将特殊的为乌军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 包括运输重装备 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也加大了对波兰到乌克兰公路的侦查 遇到这种车辆呢 也会登记 看到了吧 这是从西方啊 运抵乌克兰的这个军车 那现在暴时坦克呢 源源不断的进入乌克兰啊 另外呢 还有美国的这个装甲车 美国的装甲车 其实也到达了波兰 未来也将进入乌克兰战场 现在呢 俄军的一些在叙利亚啊 作战过的一些这个老兵啊 实际上已经部署在巴亨特方向啊 就是要针对暴时坦克 很有可能啊 未来对暴时坦克的第一击 将在巴亨特啊 由瓦格纳公民兵和来自叙利亚 一些老兵啊 共同完成 对暴时坦克的第一击 那现在暴时坦克已经抵达了 恰索片啊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方向作战的话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 最新的情况 今天的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方面呢 我也获得一些消息 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的军情局啊 美国庄情报局 CIA 他的局长 伯恩斯今天呢 表示 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白宫警告 中国这一举定带来可怕后果 那俄罗斯的媒体也证实 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 P-Z105标准的主要公司 武器储备库主要储存的这两件武器 叫PRC05榴弹炮,口径是152毫米 另外还有AR-1A多管火星炮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武器 AR-1A多管火星系统是从A100发展来的 该系统于90年代末引进 但未被中国军队采用 中国军队选择了PHL03系统 AR-1A火箭炮系统于09年首次展示 它是一种模块化多管火箭炮 基于俄罗斯的技术 AR-1A正在成为军品出口市场的主力 包括在东南亚 该系统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这种远程攻击系统 指在攻击重要的区目标 例如机场、指挥中心、雷达站、火炮、导弹连、部队 车辆的机械地 与其前身A100相比的AR-1A重新布置的火箭发射管 新装载的弹药在两个完整的核型吊舱内 每个吊舱有五个发射管 用于发射300毫米火箭 火箭在工厂安装并密封在吊舱内 一旦所有火箭都发射完毕 吊舱就会被拆除并更换 这种概念提供了更快的重新装载物流的优势 尽管口径相似 但是中国的AR-1A与俄罗斯的SMERCH火箭并不兼容 因为火箭使用不同的推进器、发射、发动机以及组件 该系统可以使用多种弹头 包括高爆破片、燃料、空气炸药、货物弹头 还有反坦克杀伤人员的子弹药 一个弹头约重200公斤 最大射程是130公里 最小射程是20公里 该武器能由4名机组人员 5分钟之内可以做好发射 火箭发射完毕 车辆可以在1分钟内离开发射阵地 而且火箭可以使用卫星导航系统 用于定位 并可以单发和齐发 火箭基于8x8 叫万山WS2400专用轮式底盘 2011年中国的多管火焰炮披露AR-3 也就是AR-1A升级版首次亮相 它可以携带8个发射管 发射370毫米火箭 射程更可以达到220公里 另外它也可以携带AR-1A的吊舱 而且吊舱可以互换 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有了更先进的AR-3 PRZ-05 这个时间大家都非常熟悉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装备的首款 155毫米的履带式的自行火炮 采用52倍口径伸管 用于替代83式自行榴弹炮 05年正式定型量产 13年解放军已装备288门PRZ-05 中国的PRZ-05 它是基于80年代 成为PRZ-45型 性能超过美制的M109自作炮 97年科威特曾订购了54辆PRZ-45 90年15毫米自行火炮技术有较大的调整 伸管由45倍口径增加到52倍口径 提高了弹丸出速和最大射程 改良以后的就是PRZ-05 就是现代解放军装备的PRZ-05 它的底盘是发动机前置 采用了800马力柴油发动机 底盘有6对负重轮 第一和第六对负重轮 有独立的抑压减震锁定机构 可以保持车体的稳定性 PRZ-05以俄罗斯的2S19炮塔尾舱式结构 自动装填机作为参考对象 达到了每分钟可以发射8发的速度 并可以进行行进间射击和直瞄射击 在不考虑火炮声管和装弹机寿命的情况下 射速达到15秒4发 PRZ-05也可以每分钟3-5发的射速 进行持续不断的火力射击 PRZ-05的声管口径是52倍 最大射程40公里 增程可以达到70公里 而且有数字化综合火候系统 炮顶有数字式的火炮 周苗以及车长的昼夜 周式观察镜 PRZ-05的威力不仅是火力的支援能力 在解放军陆军战斗序列中 自行火炮实际上被称为自行加流炮 比如解放军的自行火炮要承担充当加农炮 进行近距离直瞄火力射击的任务 用来摧毁敌方的防御攻势 战场设施 或应急情况下与敌方坦克装甲战斗车 进行直接对射 PRZ-05的装甲 正面装甲100米处可防14.5毫米的穿甲弹 两侧和后方可防7.62毫米的穿甲弹 内部还有凯夫拉防崩落内衬层 整体配有三防系统 可防核生化攻击 而且PRZ-05也有先进的灭火易爆系统 可自动感知车内内部的火源 在0.2秒内做出反应 另外车体两侧还有烟雾发射器 可保证避免遭制导式的反坦克武器的袭击 PRZ-05有一定的装甲防护能力 和相当高的战场生存能力 可在恶劣条件下保护乘员安全 现在俄罗斯的基础人员已经抵达了新疆 而且参观了中国在新疆的PRZ-05以及AREA 按照现在美国的说法 中国未来很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这两款武器 其实这两款武器有很多的技术 也是俄罗斯提供的 所以中国未来向俄罗斯提供这两款武器 我觉得也是回应美国 包括现在韩国也向波兰提供自行榴弹炮 中国未来很有可能也向俄罗斯提供PRZ-05 这是今天巴亨特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西方的暴时坦克将抵达顿巴斯战场 很快暴时坦克将与俄军正面交火 有最新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另外俄罗斯专家抵达新疆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自走炮 05式自走炮以及多关火箭炮 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因为现在看着美国不断的打台湾牌 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 而且科技领域不断围堵中国 实际上中国也要反击的 最好的反击就是和俄罗斯合作 用俄罗斯力量来压制西方 压制北约 即使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武器 北约美国也会制裁中国 也会压制中国 也会肢解中国 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都能看懂 我不提供武器 你要肢解我 我为什么不提供武器呢 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反而可以压制西方 跟西方来谈判有了筹码 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这只是迟早问题 另外西方也一定会同时肢解中国 另外打台湾牌 这个时候中国更应该军预援俄罗斯 他打台湾牌 中国援助俄罗斯 可以有效压制他的台湾牌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